大家好,我是郭飘胖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的白手起家的 就是说一个富豪的故事 他小时候家里面父母都是农民 然后初中没有毕业 就被学校劝退了 曾经讲过自己的一个梦想 是要给父母盖好多的大房子 让父母能够过一个安详的生活 他的老师同学对他都是极度的一种嘲笑 让他有钱以后给他所有的同学 每人送了一部iPhone6 所以说这种落差和对比 也是非常具有讽刺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一穷二白的富豪是怎么起家的 他在2000年的时候 还被房东从家里面赶出去 出租屋赶出去 那么当时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跟家里面父母断结了父子关系 被房东扫地出门 当然这样的一个人 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也就是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去拼搏 然后这个时候上天给了他一个机会 是一个建筑公司 就是装潢建筑公司 招那种项目经理 进行了一个项目经理的一个培训 参与这个培训之后 他就开始从事装修的这个行业 这也算了进入中国 就是说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 当时他的这个装修行业 跟房地产行业也算是深度挂钩 也算就是台带的这个 就是说风口上 就像雷军讲过一句话 在风口上租屋都可以飞起来 当然这个风口很大 大多数的租屋都没有飞起来 他就是那只飞起来的 但是呢 他又不完全是靠房地产行业飞起来的 他实际上是通过装修行业 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房地产 建筑啊 就是这一方面的富豪 因为都是房地产圈子里面的富豪嘛 通过认识这些富豪 和周围的这些宁波的这些老板以后 他可能也是跟人家一起去 就是说澳门的赌场去玩 但是呢 他发现赌场上 什么不可能 都会变为可能 他就觉得这个赌是一门更好的生意 然后他就不惜重金 拖关系也好 干什么也好 认识了澳门赌王何鸿生 认识了何赌王之后 网传都说何赌王曾经给了他两个 就是自尊厅 就交给前锋雷打理 但是为了做好这个蝶麻斩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一手是签的赌场 另外一手签的就是老乡的这些老板 那么要把这些老板都带过去那边去赌钱 他就必须成为一个钱多多 钱多多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得不把钱当钱 捐款 好砸几千万 然后亲戚孩子的婚礼 他每个都包 一万块钱的红包 甚至还对一对新人 送了一辆南博吉尼的跑车 从此 他这个钱多多的这个称号也算是作用了 所有在宁波浙江湖的那些老板 都希望通过他去澳门的赌博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给你很好的去放款 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很好的帮你扛压 担责任 但是最后 反正你的那些酒店啊 你的厂房啊 你的那些产业啊 基本上都变成了钱多多的 但是呢 他的口碑还是很好 因为他的这些行为就更加受到了赌王和红生的这种看重 然后后面就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马爸爸 因为找到了他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肯定不是钱锋雷会主动去接受马云 肯定说白了是 那个时候的马云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时候淘宝网也是刚起步 人家已经是一个大咖了 那肯定是马云看上了钱鸿生手里面 这些周围的这些 就是说各种颜色的大佬 就是他的赌场背后各种颜色的大佬 然后大家也知道 去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 钱多多也是在在马云身后的人之一 这个就是说 包括蚂蚁公司上市 钱多多也是占了5%不到的股份 这些都可以在其他地方 你们都可以查得到 这是这么一位的土豪的老板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这个整个起家的这个过程 和这么多的经过 当然后面认识马云通过资本市场 是对自己金钱的一种 就是成倍数的一种放大 资本市场的魅力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咱们来看看他的起家过程 他的起家过程实际上 就是说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一个大整合 首先他是认识老家这边 很多建筑行业的老板 温州厂房团的老板 但是那个时候 他并没有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他只是跟这些老板很熟 而这些老板呢 时不时喜欢去澳门赌钱 然后他肯定也是跟着一起去玩 对吧 他肯定不可能说 我上来就是蝶妈仔 但他去玩了之后 他发现 这个里面好像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然后他肯定是找到 赌场的相关的人员去跟他们沟通 如果我带人过来玩 可以怎么怎么样 也就成为了蝶妈仔的一员 然后他又在蝶妈仔这个行业里面 怎么样做的出色 怎么样做的出彩 他也是花了功夫去研究的 对吧 虽然这个是一个灰色的一个行业 灰色的一个产业 但是对于一穷二白的人来说 实际上你想从正当的行业里面 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巨富 还是相当困难的 你可能成为一个身家几百万的 就像钱凤雷最早的时候那样 成为一个身家几百万 几千万的 这个是可能性还是有的 还是存在的 但是你要成为像钱凤雷这样的一位 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大胆 和他这里面做事的心系 中间也有过好多好多的风险和波折 他都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才成就了这么一位大富豪 所以这里面就有提到一个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开豪车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谁都可以开豪车 豪车谁都可以开 其实做生意干也好 开个豪车都有面 但是你要做有些生意 其实你就不能开豪车 比如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做代加工的工厂 对吧 你就是靠着周围的这些朋友 这些就是说其他的老板的帮衬 说完了你的货给我加工 我就赚点加工费 这种老板其实可能也很赚钱 但是他必须低调 如果你买一个宝马760 给你发货的那个老板 开个宝马530 你觉得他心里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你赚了我好多的钱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看看价 是吧 还有一个就最简单了 你是做水果批发 或者说各行各业的批发的 你打架到的是那些 一个一个门市的小老板 小老板混的好一点的 你就开个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车 混的差一点的 可能也就拍个十万八万的车 对吧 你弄一辆宝马很牛的车过来 人家会觉得 你原来这么赚钱 那我跟你买货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压压价 这一类人其实就不太适合 很高调的开一辆行车 对吧 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 高调的开行车 就像我类似的隔壁 做外贸的那些老板 还有我们以前做仿制行业 专门做外贸的那些老板 他们就必须开好车 为什么 他不开一个好车 我到你这个加工户这里来 跟你谈合作的时候 你好多的要求 我开一辆好车 就说白了是 哥们带你赚钱 你看我很有钱 是不是 很多话不用讲 看野车就知道 因为这一辆车 就像那个二手车里面的人讲的 我买一辆劳斯莱斯 五六百万一年 光一年的贬值费就是一百万 加上司机各种服务能源 还得三十多万 对吧 一年能承受一百三十万的贬值 第二年还是要接近一百万的贬值 我能接受这个贬值的老板 一定也赚到钱 也确实是一种侧面的证明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说每个行业 还是要找到这个行业 你所在的定位 要自己仔细的去分析 并不是说钱多多 就是说你学会分钱 就可以成为钱多多 但并不是每个行业 你都需要表现的是钱多多 如果你是一个代加工的老板 你表现的钱多多 那我看你也离死不远了 我是护飘胖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哦 拜拜